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仁爱的心 读书人是时时在提醒自己 不可妄失替人着想 替家人以致替社会国家着想 所以我们最后读到的 四方宁静 干戈喜 这是读书人的一种心愿 其实我们常常都用这种心静来生活 相信整个地球上的磁场会越来越好 我若平时也无法 纵使我比较贫穷一点 但是只要能够看到家和人乐 他就很欣慰了 其实人生真正的快乐 绝对不是来自于物质的享受 欲望的满足 而是从内心来散发出为善的乐趣 行善的乐趣 行孝的乐趣 以至于是放下了自我 烦恼清乱 智慧长的乐趣 而这个仁慈的心 当官可以落实 相同的经营事业也可以落实 这些学问放诸四海接嘴 在商业当中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 有几个地方的商团特别有名 像山西的商人 像安徽的商人 安徽的商人是称为徽商 而他们经营事业都有一种心境 力源 异曲 这个力一定是从道义当中来获得 财智道深 钱财一定是从人道 为人服务 爱护他人 爱护员工 透过这样的经营 然后财富自自然的能够积累起来 只要违背道义 违背仁慈 这样的生意 他们不赚 那我们想起 有一句经句说道 私人数 则数得 家言报 则数愿 我们看到家庭的兴衰 事业的 这个兴盛或者是 这个衰弱下来 很多时候是一面之间 我们是树立德行 树立一个企业 好的文化 还是树立了很多 跟同仁 跟下属的 对立 甚至是埋怨的 所以当我们 心境 是想着 员工要好好工作 替我赚钱 这个时候是厉害的心 往往呢 都是用钱 他能帮我赚多少钱呢 来衡量员工的价值 而当员工的努力不够 财富收入少了 很可能就是一种批评 很可能就是一种指责 对下属 这个就是家言报 则数愿 其实都是缺乏 设成处地的心 有美国的一些管理阶层的人 到大陆去调查 了解他们企业经营情况 结果 刚去的时候 吃午餐 结果看到那个午餐 吃得不好 这些研究人员就说 吃这样的菜 根本不应该帮他干活 根本不应该帮他干活 吃得太差 吃完中饭以后 下午到工厂去看 看到那些工作的人 很懒散 不认真 结果这些研究人员说 这样干活 根本不应该给他饭吃 所以其实 伦常关系 往往都是两边都错了 都没反省 没做对 恶性循环 父子当中 父亲有智慧 有德行 孩子一定教导 纵使父亲没德行 儿子有真实的孝心 还是能感动父母 大顺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以至于 夫妇关系 君臣关系 只要有人做对了 不互相指责 这个关系一定会 越来越良善 怕就怕 每个人都不理智 都是指责他人 那就只能各相走 天翻地覆 所以一个领导者 真的实时想到 孟夫子说的 君之士臣如手足 则臣士君 如父心 当作心腹一样看 一体的 为领导 为公司效命 因为我们把他当作 兄弟手足一样看待 但君之士臣 如全马 我们假如只是把他当作 全马一样死犯 就是帮我干活赚钱 则臣士君 如国人 这个下属可能就把我们当一般人一样 下了班 可能在夜市看到我们都装作不认识了 这么好的同事之缘就糟蹋掉了 君之士臣如土鑫 我们轻慢他们 瞧不起他们 他们则臣士君 如寇丑 他把我们当作强盗一样看 仇人一样看 那何必把人生经营成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们领导者君仁 能仁止 成就能终啊 有一位南京的企业家 叶总 他的心境从言报 就时时都是要求员工转变了 他体会到一个团体 一个企业 能不能有更好的发展 最主要的因素在领导者 在企业家 他回去以后啊 开始不是要求的心 而是成就的心 不是批评的心 而是感恩的心 心境一转啊 他的公司转变了 他的公司本来啊 在去年已经打算要关掉了 夫妻两个在那里商量 现在营运不散 我们把这个工厂的地卖出去 还可以留一笔钱 我们很冷静来看 当我们在那里盘算 把地卖掉 自己还可以留一些钱 这一个心境 是道义还是厉害 我们只想到我们有钱拿 那请问这 百来个员工去哪里啊 他们的生活怎么办 因为我们只替我们自己想 难怪公司没有这么强的凝聚力 心念一转 我们应该好好地来照顾员工才对 因为他从七月份开始接触 到汤匙去交流 到现在才经过不到五个月的时间 他九月十月的业绩都创新高 而且他的员工的薪水 因为业绩很好都加倍 一团和气 而他听完课以后 回到南京 把主管找来 会计找来 他说 帮我算一算 不要考虑我能不能有更多的利润 先员工加薪百分之十五 那幅度挺大的 因为他很多的员工都是从农村来的 这些孩子谋生不容易 而且他来了 他背后代表着他还有父母要照顾 甚至他还有兄弟姐妹等着要读书 这个就是仁慈心 这个就是树心 树就是推及及人 设身处地 我们往往付出钱都生怕 那我都付出了 那我会不会收不回来吃亏了 其实真的大学讲的 财善人俱 真正这个钱财能够去利益到 所有的自己的同仁 这个人气聚回来了 人和 何气一定生财吗 这个生财不是只有财富而已啊 还有人才啊 在这样的气氛 氛围之下 大家心灵都提升啊 都有这份道义提起来了 道义起来了 哪有可能他的能力不跟进呢 所以这个叶总啊 很欢喜啊 说道 以前我一天不回公司 我心都不安 生怕出状况 但是我现在要出来的时候 都跟我的同仁讲 我就这一次呢 要到中心呢 去分享 要把大家的好事啊 讲给大江南北的朋友听 所以他的同仁听了都很欢喜 他们的努力啊 也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 这个良善的风气 所以他们现在定位的 是我这个企业要成为全球的榜样啊 要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你看员工都有这样的定位的 努力学习啊 不用人家推啊 所以他们现在员工礼拜五啊 都会加班 主动加班 因为他们都希望争取礼拜六 可以学习传统文化 那因为加班到很晚 是为了学习 其他的部门也很感动 还会拿一些东西啊 去慰问他们 这等于同仁之间呢 变成兄弟姐妹的关系 而这个叶总呢 他就反思到 他以前跟现在的差别 其实啊 就是孔夫子讲的那一段话 君子欲以义 小人欲以义 我们读到论语这些句子 不能读着都是 哇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 一看到君子 在说话啦 看到小人都讲他们啦 这个心态不对 其实啊 君子小人不在外面 我们能放下自私自利的 能为人着想 当下我们是君子 我们放不下 谋自己的私利 我们可能就落入 小人的行径当中了 这个欲啊 是明了通达 君子之道 人生应该寻道义而行 这个才是 养不愧一天 福不作于人 而小人呢 他在那里想着 我不能吃亏 算得很清楚 他以为他懂得谋利了 其实说实在的 人算不如天算啊 在民国初年 有一个商人姓周 他很会算啊 他很有钱 到处开钱庄啊 用现在话讲就是 开了好几间银行啊 非常有钱 刚好有地区发生水灾 他当地的分公司钱庄 捐了五百两 结果那一个钱庄的负责人 被他臭骂一顿 你干嘛拿我的钱去捐款 我致富啊 就是一个原则 钱只要进我口袋了 想把我拿出来 太难 止入不出 他觉得那是他致富之道 看起来好像算得很清楚啊 结果后来 清朝的时候 开钱庄 后来转成民国了 责换 他的财富责换成献大洋 三千万 那富可敌果了 后来他有十个子孙 分给他每一个子孙三百万 大洋 在短短的几十年 十个子孙全部都财产都败光了 还有的已经沦为乞丐了 其中有几个算德行比较好的子孙 也都飞来横祸 财产留都留不住 他还是凭着良心做事 可是财产还是都霸光 因为鸡不善之家 必有鱼养 你这么有钱 看到这么多人都快要饿死了 你完全视若无睹 鸡财 伤道啊 伤自己仁慈之心啊 小人以为他很明白利益 其实他不明白 而这个叶总 他就说到 以前 他的员工 比方啊 这个员工出去办事情 出了点小差错 公私损失 三千多块钱 这个员工回来报告 他会骂他一顿 然后跟他说 这三千多块 就从你的薪水扣 你看当下他那个员工怎么样 气得牙痒痒的 就现在呢 刚好前几天 他的一个员工呢 那货物的标签呢 处理错误了 也损失了一笔钱 结果这个员工呢 也是战战兢兢啊 回来跟他报告 他心境变了 不是只想着自己的力了 他对着这个员工说呢 说你不要紧张 马上找副总过来 一起处理好这件事情 你别担心 大家会努力帮你解决 结果这个员工 有点嫩住了 我哪差这么多 然后那个员工 嫩了一下 马上给老板说 老板 我不要明天去了 我今天连夜赶去 你看 道义出来了 这个员工的道义 马上就流露出来了 就去办这件事情 而且说实实在在话 这一件事情不只会感动 他这个员工 其他的员工了解到 一定都觉得 老板 公司啊 是我们的靠山 我们只要好好努力啊 不担心 我们都有这样 强而有力的后盾 我们不是一个人 我们是一个团队 那之前 他的中阶主管 也曾经来跟他说 说老板 你现在 住宿也要钱 然后吃饭 只给一顿 其他顿吃也得要钱 这些员工 都是离乡背景 很不容易啊 那这样 增加他们一点福利啊 可能他们拿回家 奉养父母才够啊 结果老板呢 对着这个主管说 好啊 你的想法很好 就拿你的薪水 去给他们吧 然后他对那个主管说 我找你干啥的 我找你来是替我想 替我赚钱的 你咋去替他想 怎么不替我想 所以人需要被提醒 你看本来是这样 一提醒了 为员工作响 现在住宿不用钱 三餐提供员工饮食 而且还是依照周永生老师 这些健康理念 去喷炭 而像他之前 到仓库去巡视 假如看到摆得不好 他当场就骂人 然后把管理的人叫过来 然后跟他说 没有处罚 我看你是长不了记性的 好 这个月扣你三百块 扣钱 扣完以后再加一句 下次不要被我抓到啊 好 下次就真不被他抓到 假如我们都是 就像孔夫子两的 导之以正 旗之以习 我们只是用条款 只是用赏罚 来要求下属的时候 结果是什么 明免而无耻 人民下属 只是想着免于被处罚 而他不是有羞耻心 不愿意去做那些事 而是怕你罚他 但是只要你不在了 他可能就不会这么乖了 我们讲到这里 好像不止员工这样 好像学生也是这样 好像孩子也是这样 还是要用德行 来教化才好 叶总同样的 去到了仓库 看了以后呢 开始了 你这里做得很好 那里也做得很好 这个就懂得了 隐恶扬善 他做得好 你都没看到 静挑他的毛病 没几个人受得了 说完他的好以后呢 面带笑意 告诉他 那这个地方 假如能怎么样 那你就会更好 很和气的 老板就离开了 结果员工给他发一个短信 说叶总 您今天来仓库呢 给我很多的肯定 我很受鼓舞 而您呢 也给了我非常宝贵的意见 我深刻感觉啊 您是真心希望我好 更进步 那员工已经感觉到他的 那一份对他的提拔栽培了 所以这个都是诗人术 替员工着想 这个同理的心对待他们 甚至于是成就他们 在他们的心目当中呢 那业总是他们效法学习的榜样啊 好 所以我们从这一个企业家 他想到道义 先放下自己的力 反而他的力更多啦 我们事业的经营啊 有时候并不是很复杂 要在很多制度法令当中啊 耗尽心血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用真心啊 去爱护员工 那个是最根本解决的方法 那我们也观察 这个老板假如是严格 要求员工 没有要求自己 那员工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工作啊 挺有压力的 所以应该是严格自己啊 不是严格他的 像企业家假如 常常都是 盯着员工看 一犯小错呢 马上呢严格指责 这个就太刻薄了 所以在了凡视讯当中说 地之惠者多生物 水之轻者 常无云 那个水啊 干干净净的 鱼活不了啊 人不可能没有缺点 我们能够容重 包容大众的缺点 然后呢 去欣赏他的优点 鼓励他的优点 反而这个下属会觉得 我这些缺点 领导都不说啊 都给我留面子啊 但是我才那么一点好 他就给我这么肯定 那我不愿再自暴自己 其实说实在的 没有人不长进的啦 我们有没有听过 有一个人说 我就是喜欢堕落 我就是希望我这辈子 啥都不是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假如有 可能要送精神病院 我们有一些客人来啊 同仁带他们到黄山 黄山的风景秀丽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看 或者西地红村 他们那些建筑啊 非常有文化的底蕴 像我们去到西地红村呢 他们那个建筑啊 大门旁边啊 梅兰族举 石雕雕上去的 你看当人 每一次要进自己的家门 一看到就是梅兰族举 视君子 提醒自己要有君子的风范 然后那个大门呢 旁边呢 就会磕一个扇子 扇子看起来很圆满 很舒服 而且那也是提醒大家 出门别忘了行扇 扇子嘛 而在家门后面呢 会磕一个叶子 叫人到最后啊 都要落叶归根 云水是人 所以这些建筑物啊 时时都让人提起 对自己得学的关照 所以老子中建筑也好 甚至于这些衣冠文物 帽子啊 衣服啊 都是很有艺术修养的 同时教化人 我们这个看到 以前当官的人戴着帽子 叫敬贤帽 这个提醒每一个当官的戴着帽子呢 了解到他当官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那帽子呢 前面低后面高 代表了当官的人实施想着 我要替国家举更好的人才 最好他的位置比我还高 都有这样的存心啊 就像孟子说的 为天下得人 为天下得好的人才啊 这是真正的仁慈 为之人 我们假如举荐一个范仲淹 那个县就搞定了 甚至于那个省就搞定了 人民的好日子就来了 因为他们非常有爱心啊 所以在当官当中考虑他的政绩 头一条 举笑脸 举了多少有德行的人啊 能够来利益国家社会 然后我们看到呢 那个皇帝的帽子 那皇帝的帽子前面好像好几条 挡在前面 然后旁边还有两个可以塞住耳朵的东西 那个就是当领导者啊 不要听得太仔细 那个太仔细就是不要听得太苛刻的 也不要看得太清楚 因为呢 这个不是事情 不要看太清楚 而是不要拿着放大镜 去看自己成直的缺点 人总有有好有坏嘛 你一个领导者 心境是什么 用人取其长嘛 你用他 你欣赏他的长处 用他嘛 教人 择其短 你今天是领导 你还有那一份 老师的心去教他 了解到他 哪里缺乏 是成就他的心 去关心他嘛 那下属一定都能接受的 衣冠文物啊 都是在教化 所以那时候 我们带着一些朋友 他们也很难得 像海口监狱系统 那些警官的警察 他们每隔两三天呢 就得值一个夜班 就一夜不能睡觉 工作非常的辛苦 他们的领导啊 高监狱长 高监狱长啊 非常讲义气啊 他觉得员工太辛苦了 他在其他的部分呢 省施检用 就希望呢 他的部署啊 能够去接受 伦理道德教育 而且上完课呢 又让他们几天呢 到这个大自然当中啊 去散散心 所以省了好多钱啊 不惜重金呢 给他的员工啊 来上课 来踏青 他们的同仁呢 来到安徽 奥江啊 他们是在海口 已经有两百多个人了 而我们很感动的 除了高监狱长处处替他的员工着想之外 而且呢 还是自律非常的严格 他回去之后呢 没有要求同仁 你们先住地址柜 他自己呢 很认真的修学地址柜 看了好几遍 后来整理出来 他有十八条做得很不好 在员工的面前呢 先谈自己哪些不好哪些不好 员工看得很感动啊 你看连高监狱长 已经做得这么好的 都是实时查自己的不足 他整个风气啊 就因为他以身作者 很快的学习氛围就带动起来 一般公家机关都很担心 安排同仁去上课 怕他们不愿意 而海口监狱呢 是每个人都急着要先去学习 排在后面的人呢 还会抱怨 说怎么呢 我排在最后 不能先去学 那个耗学的氛围啊 带动起来 那我们带着这些朋友 干警啊 到这些 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去走 那时 在车上啊 那司机啊 他们的文化水平啊 书都不是读得很高的 可能只有初中毕业 甚至小学毕业 他们开着车呢 看我们在那里谈这些伦理道德的事 边开呢 这个耳朵啊 慢慢就过来了 人都有好善好得的心 后来我们还送他几本书看 然后最后跟他说 欢迎你到我们中心来交流 他很激动耶 我也能去吗 我也能去学习吗 我们就感觉得到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向上的心啊 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 劝动身边的人 自强不行 好学向善呢 很可能是我们超之过急 欲速不大 要有耐性去陪伴他 一步一步的成长上来 所以我们的这些圣者人呢 在劝戒别人的时候 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凡是要劝一个人 不要一劈头啊 就把他的不好 一下子全讲出来 那一般受不了啊 大家不要遇到朋友说 我有什么缺点 你不要客气 全部都告诉我 我们说真的哦 全讲哦 好我不客气了 啪啪啪啪啪 讲了五分钟 他都快昏过去了 虽然他有 接受别人劝戒的心 但是也不可以一下子 要下的太猛 虽然读到弟子会说 闻愈恐 闻过心 嗯这样才对 但是批评一来 心情还是蛮郁闷的 这这个人情不可服啊 人情事故啊 要扭锐 事可而止 假如讲了他 一个缺点 他反而放光 哎呀太好了 你就再讲第二点 第二点讲完继续放光了 没关系再讲第三点 假如第一点讲完 已经没头做起来了 这个时候赶快明经收兵 今天到此为止 好 所以人与人相处啊 这个分寸这个度就很重要 所以劝人必须先美其长 必须先美言几句 肯定他的好 他听了心里欢喜 哎呀我不差 他心里一欢喜的时候 你劝他的话 就很容易听进去 所以喜则善言一入 但是一开始就噼里啪啦批评了 他火气上来 情绪上来 再好的话呢 不容易听进去 所以我们只要能 心沉色温 气和慈丸 心很真诚 色很温和 气很柔软 然后言语呢 很婉转 不是很臭 只要能用这样的态度去劝人 必能感动人 而且呢 能宽恕包容 他不足之处 说实实在在话呢 这个师教啊 已经好几代啦 人们不懂这些做人的道理啊 那已经算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所以师长呢 教诲我们了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我对的 也是错的 大家听清楚没有 别人错的 也是对的 其实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了 现在人已经不懂做人了 他这一些错误的行为 很正常 那个对就是很正常啊 你别批判他啦 越批判了 可能冲突越大 要包容啦 但我对的 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在那里 针对错 真是非 只是让家的冲突越多 难道是把他揪起来说 你给我承认错误 然后你就赢了吗 反而是能够包容 用德行去感应他 让他自己羞愧 起惭愧 那反而 这个家的和谐 走得长久啊 所以家呢 是不计较的地方 是宽恕的地方 是成就对方的地方 是无尽耐心啊 家绝对不是 批判计较的地方 当我们用这种心境去待人 他一定会觉得 我们对他非常用心良苦 我再不学好 真的太对不起他了 太对不起父母了 太对不起亲友了 他慢慢的 积极的就向上 但是假如我们是 既恶如丑 感觉上就对立 批判他 他一定很不高兴 好吧 你既然瞧不起我 算了 我就坏给你看吧 虽想 学好都不可能 好 这是我们提到的 不能 严报 去对待下属 要教他 不可以苛刻 也不可以自大 我说了算 明明呢 这第一线的 主管 或者是工作人员 都看到了一些情况 可是我们就是 刚愎之用 不肯接受 这个时候忠诚啊 都留不住啊 因为毕竟啊 假如团体公司大了 我们才两个眼睛啊 两只手啊 你哪有可能说方方面面 你都看得准了 这个时候要授权 要信任 要能啊 像魏珍 给唐代宗 劝告他 坚听则明 偏信则爱 要能实时 广纳这些雅言 那我们对很多事情 这些细节 能够很明白 不会做错决策 但我们只相信自己 或者呢 只相信某一两个人说的 而没有广泛 听取宝贵的意见 可能就看不清楚 一些事情 下错决策 一个团体就怕决策错了 那个就好像 一个队伍走错方向 到最后拉不回来 所以应该要谦卑 要信任下属 要授权 当这样的领导者 因为当我们信任的时候 下属他才有承担 他才能够去突破 所以下属的成长啊 我们也要有耐心 去呵护啊 不只是教孩子要有耐心 下属也一样 而且呢 现在我们缺乏伦理道德教育啊 年轻人有时候也要多包容他们 你说怎么连这个都不会 因为没人教他们 而这个耐心 其实我们是很有的 只是我们很可能因为急功 尽力啊 希望赶快看到结果 反而适得其反 我们想起 你看那个孩子在学走路 孩子呢 踏出第一步啊 不容易啊 可能已经跌倒好几次了 后来踏出那一步呢 全家欣喜落滑 哇 孩子你真棒 终于走出第一步了 那种耐性哦 应该哦 越来越提升啊 这样人生才进步了嘛 而请问 我们现在对自己孩子 对亲人的耐性 跟当时候当爸爸当妈妈 孩子踏出第一步的时候的耐性一比 什么时候比较要耐心啊 啊 这位长辈朋友 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他小时候 哇 那我们这十多年 不就一直在退步了吗 一争一切争哦 耐性没有了 真诚一定也退步了 恭敬一定也退步了 柔软的心一定也退步了 哪一个心境上去了 什么心境都上去了 所以我们要看清楚自己 到底是进还是退步 大家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爸爸 那孩子在那里学走路呢 第一步啊 都踏不出来 跌了好几次呢 那个爸爸说 儿子啊 我看呢 你是不行啊 爸爸可怜你 有买个轮椅给你做吧 绝对没有这种爸爸 所以相同的 我们这种无尽的爱心 假如能够 对待我们的下属 那铁定 企业绝对变一个大家庭 一样的温暖 老板不能刻薄 老板不能自大 老板也不能好为人失 每天口落悬河 讲的呢 底下的部署都已经准备好了 老板要来 我已经准备好耳塞了 耳根不清净 其实好为人失啊 到最后呢 讲的话反而 人家左耳静了 右耳就出来了 应该是先自己啊 正极 那个诗啊是表率啊 而不是呢 用言语去教导而已啦 正极自然就 感化他人 而且老板还要常常学习啊 我们到佛寺去啊 一进山门 天王殿 马上看到 弥勒菩萨 笑口常开 大度能容 所以老板不能常常 板个脸给人家看 人家一看 这个同仁一看到 心跳加速 假如有心脏病就危险 然后走过这个老板的办公室 还很紧张 要亲身 亲手亲脚 生怕又被老板看到 又瞪他一眼 那这个公司以后一定是 优异症的高危险群 所以有缘千里聚在一起奋斗 我们应该是让员工啊在这里工作呢 觉得很温暖 很喜悦才对 好 这个是我们 讲到的人数 对待他 有一个企业家 他生意做得很大 朋友 弟弟啊 都已经呢 邀请他呢 去上课 但是他不肯去 他说有什么道理我不懂 他不来 后来是因为他的弟媳妇 他的弟媳妇啊 身体不好 常常都握病了 就还有亲身的念头 后来学完以后呢 笑容变多了 对他的母亲呢 也比较孝顺 他说连这个弟媳都能变 我看这个课啊 应该去试试看 他就来了 结果参加完四天呢 回去呢 刚好遇到他一个以前的员工 是一个他要求来当副总 把他公司啊 私底下呢 亏了很多钱 私底下挪用了他的一些工款 他很生气啊 就把他给辞退了 本来还想要找人做他 结果上完课 心比较平和 很巧的是呢 他就在他们家的楼底下 遇到这个员工 他也认了一下呢 对方也认了一下 对方有点紧张 冤家入宅啊 遇到 结果他非常和善的对着他说 你怎么在这里呢 你今天是来办什么事 结果他那个以前的员工说 我来这里当保安 刚好就是他住的地方 所以人有缘真的很巧 然后呢 他接着跟他说了 说哇那很有缘啊 他说的第二句话是说 我以前有对不起你的地方 请你多包涵 他那个员工已经五十多岁了 愣住了啊 老板居然不是骂我 还说他以前做的不对 请我多包涵 第三句话他说了 你以前对我的不对啊 我一笔勾销了 我不放在心里了 接着又跟他说 我祝福你啊 重新做人 你的事业能够越做越好 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听完了 当场眼泪就掉下来 哇对他很触动啊 他说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在我的面前流泪 他说这个真的宽恕的力量太大了 人性本善了 他的惭愧心都起来了 所以他觉得很欢喜 其实说实在 当我们把埋怨放在心上的时候 自己舒不舒服 自己幸不幸福 反而呢 害了自己啊 也害了对方 人生要有理智啊 一定要做利人利己的事 才对 失人数则数得 加盈报则数愿 这两句话呢 对我们人生啊 很好的提醒 好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加入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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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